今天用泡沫箱做个古法纲,准备一个洗干净的泡沫箱,再准备点洗干净的火山石、溪流石,先铺火山石和溪流石。 火山石表面有大量的孔系用来培养消化细菌,铺平之后开始种水草,把水草种火山石里用火山石压住,然后铺上塑料袋开始加水,塑料袋防止水流冲散底沙。 第一次加水很浑浊,要出去一部分重新加。 第二次加完水清澈了很多,然后静置养水几天,第二天水还有点浑浊,放了几条刚出生的鱼鸟,第三天水质已经很清澈了,这就是古法养鱼的开钢步骤,不管用什么容器都可以这样养鱼。 你学会了吗?感谢大家的观看。 晚安。 谢谢观看